Aero 422这个诡异版本大家可能都知道了 里面据说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故障实体 本期视频玩家打算尝试开启创造模式 并消灭掉这个故障实体422 它能否成功呢 我们话不多说直接开始 还是一样的诡异画面 不断抽出的生命值以及饥饿值 左上角的版本被划掉变为了Aero 422 玩过这个版本的玩家或者了解过的都知道 在这个版本中是默认只能生存模式的 如果你强制修改为创造模式 那么游戏就会崩溃 所以玩家放弃了使用创造模式 消灭故障实体这一想法 他打算正常生存 收集和制作强劲的武器装备 靠真正的实力击败故障实体 在沙漠区域还是那熟悉的一幕 大量的仙人掌悬浮在沙漠上空 还是一样没有头的史蒂夫人物 戴上铁头盔后的史蒂夫多么帅气 帅的都看不到头在哪 接着玩家来到了废弃矿井 他成功让两个骷髅自相残杀 他作案关火接着渔翁得利 当他准备进入到矿井时 突然一声爆炸声从外面传来 出来后一只蜘蛛浑身燃烧着火焰 什么情况 蜘蛛的洞穴好像被雷电击中了一样 着火了 随后玩家找到了沙漠神殿 在下方的箱子里面 他发现了七块腐肉 哦又发现了七块 七加七等于十四 十四是什么意思呢兄弟们 上来后玩家又与小黑子进行了一番比拼 这次的游玩玩家已经有了很丰富的经验 所以目前为止玩家的游戏并没有崩溃 他已经将这个版本的崩溃触发机制搞得一清二楚了 所以现在他就只用等待着故障实体出现 接着与他battle 玩家也不清楚故障实体何时会出现 在哪里出现 不过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万事俱备 只前东风了 他也带了一张床 随时入睡度过黑夜 后续玩家又找到了好几座沙漠神殿 并收集到了名字正在出处的钻石 还找到了村庄与村民进行了交易 玩家还尝试制作传送门 但是他发现他没有打火石 目前来看整个视频显得枯燥无味 但是大家不要着急 高能时刻往往就在后面 大约完了二十个小时左右 玩家已经将能触及到的生物群系 全部都转了一遍 现在他划着小木船 朝着新的一座岛屿进发 前方高能即将来袭 请各位胆小玩家 赶快将我超勇打在弹幕上 激活弹幕护体 他到达新的岛屿上 天已经亮了 突然那熟悉的一幕出现 整个游戏屏幕不断的出现红色的乱码 并且那震耳欲聋的嘶辣声再次响起 玩家的游戏人物被自动控制 正在空中跳来跳去 没一会儿的时间 故障结束 游戏画面再次恢复了正常 但是并没有见到故障尸体422出现 不过玩家隐约有一种预感 故障尸体该出现 果不其然 没一会儿后 当玩家来到了一处山顶时 故障尸体真的出现了 他出现的时候 玩家正在吃包面 接着玩家就嗝屁了 再次重生后 玩家的所有物品消失 这也意味着 他需要重头再来 上期讲到玩家挑战击杀错误实体422 但是最后他并没有成功 原因是 而若422出现的时候 他正在吃包面 没反应过来 这期玩家决定无论如何 也要击败他 了解过二若422的玩家都知道 这个版本很阴俭 还是一样熟悉的界面 被损坏的生命值以及饥饿值 大量悬浮在空中的仙人掌 这次玩家为了保证能击败二若422 他已经提前制作了一些附魔的工具和武器 并打算制作一些陷阱 一旦错误实体422出现 他就会以最大的努力将它引到陷阱旁 玩家准备了大量的天梯 挖了很多岩浆池 一切准备就绪后 天也黑了下来 但错误实体目前并没有出现 玩家决定再等待一会儿 去主世界再转悠一番 由于等待的时间太过于枯燥 玩家还搭建了一座房子 很快十分钟又过去了 夜晚再次降临 但错误实体422依旧没有出现 玩家已经有些等不及了 在消息框疯狂的挑衅他 说他是个胆小鬼 下一秒玩家的消息框就开始抽搐了起来 看来错误实体422 是能看到玩家发出的消息的 很明显他已经被玩家的嘲讽气到了 但是玩家依然没有见到他现身 白天很快便到来 突然玩家制作的天梯陷阱开始发生爆炸 玩家是一脸梦 什么情况 二若四二二出现了吗 但是并没有看到他的身影 应该是苦力怕引爆的 玩家很郁闷 自己的天梯陷阱白制作了 他只能重新制作 不过现在他所剩的天梯已经不多了 如果再次发生意外 他就无法制作天梯陷阱了 由于无法更改游戏为和平模式 所以每到夜晚会出现大量的MC怪物 这无疑也会对玩家造成一些干扰 并且玩家也会时不时的被向前推动 时间一分一秒的在流逝着 当游戏进展到将近50多分钟的时候 左下角的消息框开始不断的发生故障 不过玩家对这个版本已经有了很丰富的经验 所以本期游玩很少会发生游戏崩溃的现象 又有一个夜晚到来 玩家站在高处观察着下方的MC怪物互相残杀 正看得津津有味时 突然屏幕闪过了一个身影 只听故障声响起 是一个没有脑袋的错误尸体 玩家的屏幕也发生了变化 是422出现了吧 玩家还没反应过来 他就消失了 玩家赶快下入到地面 想引他进入自己制作的陷阱 令玩家意外的是 这次他成功了 只见故障实体身上着起了火 应该是先中了自己的岩浆陷阱 接着只听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玩家被炸上了天 当他下来查看时 并没有找到错误尸体的身影 是隔屁了吗 玩家不确定 不过很快 他便发现了大量的物品散落 玩家推测错误尸体应该被屁了 因为他掉落了大量的物品 有的物品已经丢失了原本的纹理 很多物品都是故障的 比如掉落的门被放置在地上看不到 还掉落了很多MC怪物的头骨 并且还掉落的有墨地传送门 放在地上就可以直接传送 玩家这次应该是成功了 最重要的是 他击败AORUS R2之后 他已经变成了无敌的状态 就算他跳入到虚空之中 也不会嗝屁 平衡前的你击败过AORUS R2吗 上期玩家击败了AORUS R2 但是很多粉丝说 那不算真正的击败 有人说AORUS R2根本无法被击败 玩家也不确定自己 到底是否战胜了他 不过自己感觉已经无敌了 从上期开始 玩家在游戏中 不论遭受到什么伤害 都不会嗝屁 所以这期 玩家想再次尝试 击杀AORUS R2 看看会发生什么 这次游玩 玩家发现自己的游戏人物 已经有了脑袋 这次他还是打算先发育 赶在422出现之前 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 很快 玩家就已经升级到了100级 他下一步 打算先寻找墨影人 获得墨影珍珠 沙漠区域还是一样的场景 大量的仙人掌和植物悬浮在空中 生命值以及饥饿值 还是一样存在故障 刚刚开始黑夜 突然之间就会变成了白天 并且这里也出现了墨影人的身影 不过玩家并没有抓住时机 挤决掉它 导致墨影人逃出了玩家的视野范围 很快夜晚又到了 玩家找了一处区域 将自己围了起来 用于对付这些会顺宜的墨影人 接着他打算制作下界传送门 他在一处沿江池 快速地交住了传送门 但是用打火石 怎么样都打不着 这是怎么回事 又过了一会儿后 玩家的屏幕又开始发生了那熟悉的一幕 震耳欲聋的故障滋辣声开始响起 整个屏幕开始抽搐 大量的红色乱码 屏幕闪动了一会儿后 便恢复了正常 玩家也顺利点着了传送门 进来后很快便响起了雷电的声音 恶魂和烈焰人 已经开始朝着玩家发起的进攻 玩家在堡垒中迅速地穿梭 不断地走位 击败烈焰人 现在他的等级已经到达了一万级 不过随后又恢复成了一百多级 一切准备的差不多了 下一步他准备寻找墨地传送门 这期玩家已经有了脑袋 他有些不适应 虽然玩家不太敢确定 自己现在是否处于无敌状态 不过自从上一期与Eros 2交战后 玩家的人物恢复了正常 并且截止到现在游戏也没有再次崩溃过 玩家也没有嗝屁 由于墨影人数量不够 所以他在沙漠区域又继续刷了一会儿墨影人 游戏中还时不时地会发生闪电 并且随后他还发现了一头很特别的牛 他一半的身子好像卡在了草块中 现在墨影之眼的数量还是不太够 并且周围也没有找到墨影人的身影 玩家打算爬到这些繁茂的树顶去看看 可刚上去 玩家就莫名其妙地嗝屁了 what 看来自己并没有无敌 那这也就意味着上一期 Aurus R2并没有被真正的击败 所以玩家打算下一期与他展开终极的对决 好了 喜欢这种系列的 记得长按点赞观众支持一下 谢谢了 咱们下期再见 本期是挑战击败故障实体Aurus R2的最后一期视频 好的 咱们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 还是那熟悉的阴间界面 满屏幕的乱码 这次玩家继续从零开始 让我们直接跳过收集物资的过程 OK 可以看到 现在玩家的等级已经是不知道有多少个1了 并且也获得了一身附魔的钻石甲 以及钻石剑等强劲的武器装备 游戏人物依旧是没有脑袋 玩家不清楚Aurus R2会何时出现 也不知道它会在哪里出现 所以本期与前几期一样 玩家打算在主世界收集购物资后 就去下期收集练棒练粉 接着再去墨地击败墨影龙 因为根据之前的经验来看 如果你一直为了寻找Aurus R2而漫无目的的游玩 那么Aurus R2出现的几率很小 所以玩家决定继续将正常的游戏流程走一遍 只要Aurus R2出现 玩家就会瞅准时机 挥动手里的附魔钻石剑 击杀掉它 很快玩家就通过墨影只眼的指引 找到了要塞 下来后 一只骷髅映入眼帘 吓了玩家一跳 不过搞笑的是 这只骷髅发射的箭矢 这只骷髅发射的箭矢 根本打不到玩家的身上 玩家站在这里 嘲笑了它好长时间 接着一下送它去了西天 根据墨影只眼的指引 墨地传送门应该就在这 继续朝着下方寻找 很快墨地传送门出现了 来到墨地后 玩家掏出了它祖传的附魔弓 很轻松的就一下Q掉了墨影龙 因为它现在的等级已经是满级 所以击败墨影龙对玩家来说 就如同对付一只蚂蚁一般 击杀掉墨影龙后 玩家并没有选择离开墨地 而是解决掉了剩下的墨影人 因为他怕故障实体422 待会会出现 可并没有 回到主世界后 玩家再次查看了自己的背包 发现游戏人物的脑袋回来了 此时主世界已经进入了黑夜 并且有大量的MC怪物出现 这次为了更有把握的 彻底击败Aurus R2 玩家挖掉了很多基岩 存在了背包里面 必要时可以搭建基岩高塔进行躲避 接下来玩家便开始 在主世界搜寻Aurus R2 他来到了沼泽 丛林 沙漠 雪地等等 那熟悉的悬浮仙人掌 又出现了 大约过了五分钟后 Aurus R2依然没有出现 甚至屏幕连一次故障都没发生 游戏也没有崩溃 并且玩家也没有听到 任何一声故障的声响 这些骷髅发射的箭矢 根本射不到玩家的身上 渐渐的 又一个夜晚降临 玩家搭建基岩高塔 躲避MC怪物 新的一天又到了 就这样昼夜交替了好几次 终于在一个白天 玩家的屏幕开始发生故障 那熟悉的故障声再次响起 不过很快就恢复了 Aurus R2依旧没有出现 新的夜晚再次降临 玩家又回到了地面 也就在这时 清脆的故障声再次响起 接着回头 Aurus R2出现了 他就站在玩家的面前 玩家想挥动武器发起攻击 但是他发现自己 无论怎么点击鼠标 都不管用 并且自己也无法切换武器 看来只能再次逃跑了 故障实体 422一直在跟着玩家 但是他并没有攻击他 周围的其他MC怪物 也不停地朝着Aurus R2发起攻击 通过玩家的画面可以看到 故障实体 422的移动速度极快 但是为什么他不攻击玩家呢 玩家也搞不懂 反倒是苦力怕 炸了故障实体 422好几次 最后这次爆炸后 Aurus R2消失了 而玩家的屏幕 似乎卡了bug Aurus R2嗝屁了吗 因为故障声已经消失了 玩家不知道Aurus R2去哪了 如果嗝屁了的话 为什么没有掉落物资 可以肯定的是 并不是玩家击杀的 玩家根本没有发起一次攻击 随后玩家打算退出世界 但他的游戏画面就像卡了bug一样 无法退出 直到电脑崩溃 Aurus R2与Aurus R3 大家都知道了 本期视频又是一期 同类型的诡异版本 本期的版本叫做Aurus R3 这期版本相对于前面两个版本 更加的诡异和危险 首先这个版本 据游玩过的玩家称 存在着大量的木马病毒 所以在视频开始之前 我在这里温馨提醒一下大家 不建议自己去尝试游玩这个版本 除非你在虚拟机里面运行 好了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游戏 可以看到左上角的版本 也叫做Alpha 1.2.306 进入世界后到处可见十字架 有的是用黑钥匙搭建 有的是用低语言 看起来非常的诡异 并且每个十字架上面 都有对应的告示牌 这个告示牌上面就写着 D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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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应该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就不多翻译了 不知道了可以问问身边的英语学霸 为什么这个版本也叫做R137 是因为很多告示牌上面 都写了很多R137 当玩家打开自己的库存时 这次的史蒂夫很正常 他不像422中没有投 也不像437中投疯狂的抽搐 但是这个库存界面跟其他的不一样 每个物品栏都被标记了数字 并且当你把物品放进去时 物品都会旋转 玩家尝试合成工作台制作工具 开始生存 但是下一秒游戏就崩溃了 同样的世界被自动删除 他迅速的重新创建了新的世界 而这个版本中 同样存在许多悬浮的植物 当玩家来到这些悬浮的仙人掌区域时 发现了很多散落在沙子上的物品 奇怪的是 它们都会移动 令玩家恐慌的是 它们竟然会追踪玩家 接着玩家的游戏便再次崩溃 后续玩家尝试多次加入世界 但游完了没一会儿后 游戏就会崩溃 不知道是第几次重新加入世界了 此时游戏内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很快天边完全黑了 当玩家注意到天空的月亮时 他再次被吓了一跳 这个月亮十分的原谅 并且诡异的是 这是一个人脸 从玩家的视角来看 这个人脸一直在注视着他 这让他感觉毛骨悚然 随即游戏窗口变缩小 并且不断的抖动 再次恢复正常大小后 这个月亮暗了下来 并且倒置了过来 在玩家的注视下 这个月亮时不时的会变得明亮 又过了一段时间后 天色渐渐破晓 离谱的是 玩家竟然自然了起来 低头看向脚下 已经有很多MC怪物 随即他变嗝屁了 这是游玩这个版本 这么长时间第一次嗝屁 接着他游戏再次崩溃 再次的加入世界后 已经是白天了 玩家来到了一片雪地 这里的情况 看起来更加的诡异 就像是有很多区块 没有加载完毕一样 又走了一会儿后 游戏画面开始出现 大量的乱码 那熟悉的滋辣声响了起来 并且游戏帧数变得异常的低 紧接着游戏便再一次的崩溃 又又又一次加入世界后 玩家尝试挖一些草块 挖掉后他并无法捡起 因为这些土块会跑 就好像他们有自我意识一样 很快又一个夜晚降临 玩家跟之前一样 累高高 防止被MC怪物击击 而那熟悉的人脸月亮 再次升起 不过这一次 游戏很快便崩溃了 随即弹出了一条提示 接着游戏窗口再次缩小 并抖动了起来 不过没一会儿便恢复了正常 游戏内也变为了白天 太阳也变成了方块的样子 玩家的库存也全部被清空了 没一会儿后 他便再次嗝屁 这次嗝屁的非常莫名其妙 如果屏幕前的你玩麦块 遇到这些情况 你是会选择删除这个版本 还是继续玩下去呢 玩家再次的创进新世界后 这次进来 周围出现了大量的MC怪物 令他感觉很搞笑的是 这些散落在地上的剑神和羽毛 本应该为玩家服务 但现在却跟MC怪物一会儿 一起追着自己 接着他游戏便再次崩溃了 而本期视频到这儿 也就暂时结束了 截止到视频结束前 玩家并没有遇到 这个版本中的故障实体 不过据其他玩家 发表的图片来看 这个版本的故障实体 长这个样子 正如大家所见 本期又是一期故障版本实况 本期的故障版本为 ERROR 633 它相比之前的422 437 137 又会有什么不同呢 好了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准备发车了 在开始之前 我们先了解一下 这个ERROR 633 据游玩过的其他玩家称 在这个版本中 会发现一个叫做 S404的实体 大概是这个样子 它有着黑色的 史蒂夫皮肤和红色的眼睛 游玩过的玩家都称 它是错误实体 422的儿子 至于能不能遇到 这个传输中的实体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 这个错误版本中 开始探索了吧 可以看到 启动器启动后 还是一样诡异的UI界面 看起来非常阴间的logo下方 有着一串很长的乱码 菜单选项 多人游玩的地方 变成了红色的ERROR 看来也是只能选择 单人游玩 不过这个版本 并没有像422 那样震耳欲聋的滋辣声 相反是游戏内的背景音乐 很正常 就是原版中 舒缓美妙的音乐 里面的世界 看起来也很正常 目前为止 没有发现悬浮的植物 MC动物也没有任何异常的地方 玩家的游戏角色 也并没有发生抽搐 不过随后 玩家发现了一座巨大的福岛 要说唯一有点不一样的 可能就是这座巨大的福岛了 玩家决定上到福岛上看看 上来后一番探索 也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地方 这个版本目前给人的感觉 就和原版一样 合成物品也没有任何问题 很快 第一个夜晚到了 玩家在这座福岛上 度过了第一个夜晚 第二天天刚破晓 就有很多MC怪物蜂拥而至 玩家离开这里后 又来到了雪地生物群系 就在这时 左下角的消息框 弹出了一条红色消息 无法导入HeroBring 玩家觉得这可能是一件好事 很有可能 这也是导致诡异现象 没有发生的原因吧 很快第二个夜晚到了 玩家在福岛上的小屋 也快搭建好了 截至到现在 整个事件内依然一切正常 第三天开始 玩家又探索了一番 这里的各个地方 连他担心的一幕 还是出现了 这熟悉的十字架 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不过这个十字架 是用台石搭建的 奇怪的现象开始出现了 玩家拿出稿子 挖掉了这个十字架 并将这些台石带回了福岛 用于装饰自己的小屋 第四天很快便到来了 玩家准备外出收集一些食物 当他打掉眼前的这块南瓜后 视野右侧同时 有一只佩奇从高空坠了下来 是什么东西 让小佩奇这么惊慌 是巧合 还是说有东西在附近 玩家开始有点慌了 第四个夜晚到来 福岛上出现了更多的MC怪物 很快 第五天到了 依然正成 第五个夜晚降临 玩家再次回到了 自己搭建的高空平台观察 突然一声巨响 接着自己的物品 全部掉落了出去 这是什么情况 第六天到了 玩家正站在自己的屋顶发呆 突然他的游戏画面 一阵漆黑 并且伴随有子辣的故障声 接着便再次恢复 看来这个版本 从第三天开始出现异常 随后玩家在世界中 又发现了一个新的十字架 他像上次一样 继续将它挖走 接着带回到福岛上 装饰自己的小屋 随后他再次站在屋顶发呆 突然一声巨响 接着自己的物品 全部掉落了出去 同时屏幕上弹出了一条红色消息 你不应该在这儿 并且伴随着更加刺耳的故障声 游戏画面也在不断地闪动 没一会儿后 便又恢复了正常 第七天到了 游戏开始时不时地崩溃 并且响起错误的故障音 以及很大的滋辣声 不过截止到视频结束 那个实体404并没有出现 据其他玩家游玩式的截图可以看到 在这个版本中的故障实体长这样 不知道屏幕前的大家 有没有遇到过这个实体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正如大家所见 这UUUUU又是一个音间版本的麦块 它叫做Aero845 还是一样音间的UI界面 老规矩 在视频正式开始之前 我先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个版本 这是一个1.9的测试版本 创建世界后 玩家会随机化身成为任意生物 可能你是苦力怕 恶魂等等 同时击打一头猪后 它会变成僵尸猪人 安读键盘上的H键后 游戏屏幕会发生故障 并且还会翻转和缩小 里面有很多随机的闪电 以及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好了 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始 可以看到 刚进来玩家的游戏角色 就是一只苦力怕 游戏内也是黑夜 但是这不影响 它可以掳数挖矿 不过尽管玩家是苦力怕 但是也会遭到其他怪物的攻击 它只能不断的穿梭于树林之中 试图摆脱这些怪物的追击 不过遗憾的是 很快它便隔屁了 再次重生后 玩家的游戏角色皮肤发生了变化 样子属实有些诡异 玩家找到了一片村庄 搞了张床后 睡觉度过了黑夜 接着它便来到了沙漠 很快又被仙人掌解决 不过幸运的是 这次重生后 游戏角色皮肤没有改变 玩家接着在树林中 发现了几只佩奇 想搞点猪牌 但是攻击它们后 它们被一道闪电击中 随即变成了僵尸猪人 不过攻击奶牛后 就不会出现异常 当玩家再次咯屁重生后 它的游戏屏幕发生了变化 因为它不小心按到了 键盘上的H键 屏幕开始反转倒置 尝试了好久后 很难恢复正常 无奈玩家只能退出游戏 重新加入 它尝试将目光所制造的 所有佩奇都变成僵尸猪人 很快 新的异常开始出现 玩家时不时的会遭到攻击 非常莫名其妙 身旁并没有任何生物攻击自己 并且游戏内开始频繁地闪电 光天化日朗朗前观之下 竟然会闪电 玩家眼睁睁地看到 前方一道闪电 披在了一块草块和泥土块的区域 当它过去后 发现这里散落了大量的物品 走过去后 玩家所处的位置发生了变化 自己脚下充满了 大量的地狱岩和蜘蛛 接着游戏便开始频繁地 出现故障花瓶画面 还有红色的字体 这句话的中文意思是 付出代价 随后游戏立刻崩溃 再次加入世界后 玩家的皮肤又发生了变化 变为了一只蜘蛛 而且走在沙漠区域时 周围会莫名其妙地发生爆炸 同时游戏画面发生故障更加频繁 故障发生的时间也变得更加长 随后玩家还发现了一只粉色的羊羊 它搞到了粉色羊毛 在视频快结束时 它的游戏屏幕故障画面再次发生变化 上面有很多猪 并且有对应的数字 这是什么意思 玩家也不清楚 屏幕前的有人知道吗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如果喜欢这种视频的 记得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EUR422大家都不陌生了 但EUR437大家知道吗 本期视频就与新的错误版本有关 这是一个叫做EUR437的故障版本 传言称 这个版本真的存在木马病毒 所以本期玩家是冒着电脑被报废的风险 为大家录制这期实况 不过他也不傻 玩家选择在虚拟机上面进行游玩 可以看到 刚进入游戏设置 界面就开始出现了异常 背景音乐 以及主音量 还有视剧 都在自动变化 玩家无法手动设置 所以他直接选择略过 进入世界 但很快 虚拟机那边弹出了一条安全提示 接着桌面 也开始弹出异常的弹窗 玩家尝试关闭后 再次打开这个EUR437客户端 进来后可以看到 很多植物悬浮在空中 并且岩浆随处可见 随后玩家还在附近 发现了传说中的故障方块 之前有视频专门讲过 所以还不了解 故障方块的 可以翻翻前面的作品 很快玩家还发现了 不同寻常的地方 就是游戏画面 会经常发生剧烈的翻转 一个不留神 玩家就被翻转进了岩浆中 接着游戏崩溃 那熟悉的错误弹窗再次出现 还好是虚拟机 所以目前对电脑来说 还没有什么影响 很快玩家再次加入了世界 这个错误版本中的 悬浮植物更加的多 几乎能在主世界看到的植物 都会悬浮在空中 并且时不时的 玩家会发现故障方块 玩家破坏掉了眼前的这块后 本以为会发生什么危险 不过等了一会儿后 相对来说还一切正常 接着他便想打开 自己的库存查看一下 结果库存里的物品 都在疯狂的抽搐 这也就意味着 如果你想使用某个物品 你必须有足够的预判能力 以及极其迅速的反应能力 才能点中你想要使用的物品 同样在这个错误版本中 玩家的生命值看起来正常 但是饥饿值就一直在抽搐 并且玩家还会莫名其妙就自然 就像现在这样 携换第三人称视角后 可以看到整个游戏角色 被大火笼罩着 并且游戏画面开始不停的翻转 直至游戏再次崩溃 并且世界被自动删除 随后玩家创建了新的世界 这次玩家又随即出生在了一个新的地方 并且这次他尝试放置工作台时 工作台会自动燃烧并变为岩浆 这次游完了没一会儿后 玩家的游戏画面突然缩小成了一个紧站屏幕 不到四分之一的大小 并且他无法操控自己的游戏角色 不过很快便恢复了 令玩家无语的是 从这次开始往后 游戏画面会经常自动缩小 不过玩家也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那就是每当遇到这种情况 就连续按两次F11键 就可以恢复 但很快令他抓狂的一幕出现了 画面弹出了一条红色消息 也不应该在这儿 接着整个游戏画面被红色充斥 并且不断地闪烁 随后便再次恢复正常 这像是一个警告 可玩家并不打算结束游戏 因为他就是要体验这个版本 接着又走了 没一会儿游戏再次崩溃 玩家只能又一次重新加入世界 这次他处在一片沙漠区域 这个版本 当你每次游戏崩溃时 重新加入之前所创建的世界 你都会重新开始 你的物品不会被保留 你出生的地点会随机刷新 游戏又再次弹出了红色字体 捧绑我们 同样玩家的游戏角色 开始不受控制的 朝着附近的仙人掌靠近 玩家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即将嗝屁 不过奇怪的是 即将嗝屁的时候 画面会再次翻转 接着便恢复正常 似乎这是一个被人设定好的 不会轻易让玩家嗝屁 就是要折磨玩家 玩家此时还发现了 自己的等级也很离谱 这是什么等级 他也不清楚 总之这个版本特别的阴紧 比之前的Aros R2 还要让人抓狂 游戏画面还会不断地波动 这晃得玩家都快吐了 最重要的是 玩家了解过这个版本 没有夜晚 所以他不打算去制作木床 就在这时 游戏画面又开始发生了失真 不知道是不是在 虚拟机里面运行的缘故 玩家游玩的时候 听不到游戏中的声音 但又过了没一会儿后 天竟然黑了下来 看来有人说 这个版本没有黑夜 应该是假的 天黑后不到三秒钟 游戏便再次崩溃 并且世界又被自动删除了 玩家只能再一次的 重新创建新的世界 这次令他恐慌的是 加入新世界没多久 电脑桌面便开始 弹出大量的错误弹窗 眼看着太阳公公归西了 整个世界就异常的漆黑 这种黑夜要比正常版本 显得恐怖的多 玩家只能再次打开库存 像打地鼠一样 瞄准那个叫做火把的物品 接着快转很轻松点住目标 随后在自己周围插满火把 没一会儿后 屏幕又开始不断的晃动 接着世界再次被删除 玩家这次暂时放弃了继续游玩 不过据玩过的人说 在这个版本中会遇到一个新的错误实体 它的样子大概是这样 但是本期视频玩家并没有遇到 所以改天他会再次尝试 好了小伙伴们 本期视频就到这 那啥都看到这了 还没有点赞评论转发加收藏呢 你们懂我意思吧 麻烦这次一定好吗